本土疫情延燒 重災区的双北 在台北今天新增了164例确诊 而新北市高达了360例 可能到疫情 为了保留医疗量能 所以新北市府召开了记者会 并宣布全面启动居家照顾计划 让无症状或轻症的个案 可以在家照护 结果是和旧有媒体记者 传出快筛阳性 市府也通知了参与记者会的相关人员 要自主快筛 而市长侯友宜稍早的快筛结果 呈现阴性 台大学生骑了单车准备去上课 不过疫情烧进台大 即日前有职员确诊后 14号传出又有4名学生确诊 对于接连传出师生确诊 台大回应了解状况 并进行疫调中 事实上台北市14号 就新增了164例确诊 其中一人曾经参加小巨蛋的演唱会 合计至今已经有16例确诊 合计有16例的一个确诊者 卫生局也同步发送了一个足迹的一个简讯 有三万九千一百五十四封 此外同属重灾区的新北市 14号则是新增360例确诊 由于新北市警局的远警 以及双核医院的医护人员 都有确诊 事补也加强裁检及疫调 为了保留医疗的两人 新北市长侯友宜和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陈时中 10号共同宣布新北全面启动居家照护计划 让无症状或轻症者 可以在家照护 由亚东等七家医院 作为责任医院 不过因为新北市有一名媒体记者 出现症状 14号PCR裁检后 阳性确诊 卫生局针对市民密切接触者 进行预防性快筛 其中一人有参与这场记者会 快筛结果阳性 事不已 记者是进行清销 并通知参与记者会的人员 自主快筛 记者陈嘉欣 谢其文 陈立峰 王德馨 综合报导 记者会 还有 记者会